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字叫探长 用法比较简单 但是里面的变化是很多的 里面的变化是很多的 我先给大家做一下它的用法 当对方用前手或者是后手随便拿着手向我进攻的时候 我一只手过去进行疙瘩 另外一只手在同时做出一个攻击的动作 做出一个攻击眼睛的动作 你可以向我随便出一只手 现在它是用它的Jab 它用它的前手直拳打我 我一只手在分开的眼睛 同时另外一只手上去 这是属于我在它进攻我的同时 然后我做出一个进攻动作来击打它 但是如果它的反应慢的话 这一下它的眼睛就会受到伤害 如果它反应慢 反应快的话 它要进行格打 好 请变成格打 因为我打你的眼睛 我打你的眼睛 你要进行格打 你防守 你防守 刚才你这样以后 你要进行防守 看我下面一个动作 手变成一个掌以后 把它打在它的手腕上面 然后另外一只手往上去 这只手还是穿它的眼睛 好 现在它另外一只手已经防守了 抓住它以后 第三只手从下面 打它的脖子 打它的脖子 或者是进去以后 打它这里 把它放出去 这就是探长它的作用 它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只手 一只手在防守对方的同时 另外一只手也进行进攻 然后呢 在进攻它的同时 如果它格打了 你另外一只手由进攻 马上变成牵引 抓住它另外一只手以后 你的后面的手 马上进行进攻 好 我们再做一次示范 你刚才用这只手 现在用这只手 好吧 这只手以后 这是一 如果你防守 防守吧 二 第三只手从这儿 这个手 马上是一只手 这手的手 点植制 就能放开 手 进攻